哈喽大家好,你又不小心进入我的地盘了 关注我的粉丝们,还记得那个橙子精油吗? 来咯来咯,今天眨眨眼 手上的这一瓶呢,是今天刚做的柠檬精油 这个味道,这个感觉真的比橙子精油要好很多 具体呢,它有多香,多好闻 我也没办法描述,毕竟你没有插一插试一试 如果今天刷到这个视频,别再把柠檬皮丢了 因为柠檬皮真的是快饱 今天呢,准备的这个柠檬的品种,个头真的是非常大 取出它的皮,我教您做柠檬精油 那么取出的果肉呢,别担心,不会浪费 我教您做一道可以长期储存的甜品 今天制作柠檬精油,所有的食材跟配比 我会放到视频结尾最后几秒的表格中 所以您记得收藏 好多人会说,柠檬的外皮也有打烂,怎么办? 这个简单,我今天教你一个办法 所有的水果都适用 碗盆里加入两勺左右的生粉 生粉的清洁能力跟吸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呢,平时清洗水果的时候用生粉是最好的 家里没有生粉,可以用面粉或者地瓜粉替代 这会呢,往手伞倒入一勺盐 特别如果用的是金盐或者细盐 往柠檬的表面上一直的摩擦 这样它表面的辣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脱落 所有的柠檬都揉搓完毕以后 放在水中浸泡15分钟以后再洗净 第一步先去除柠檬头 这里我们要取出它的果肉 那么这时要做的是在柠檬的外皮上切六边刀 简单一点理解就是柠檬的外皮上各划六刀 操作的时候注意哦,很容易删到手 就跟我们皮脂剥橙子是一个道理 这样轻轻松松就可以取出整个果肉 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柠檬外皮确实非常非常的厚 所以这么厚的外皮其实最适合做柠檬精油 好了,所有的果肉,果皮全部都分离出来了 但是接下来可能有一点麻烦了 因为这时要将每一片的柠檬片都切成条状 如果家里有比较大的料理机或者是搅拌机 那就直接忽略这个步骤 这时呢要调一个非常关键的催化剂 倒入搅拌勺的食用碱 倒入少许的温水 注意要温水 用食用碱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让它有水分离 而且还可以让它的颜色迅速的挥发出来 加入温水以后一定要给它搅拌均匀 将切好的柠檬条放入搅拌机中 紧接着再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调制好的碱水倒入碗中 这样可以更好的稀释柠檬汁 擦三切开煮玛丽一定打得越细腻越好 上次呢好多朋友做橙子精油不成功 我看了一下总结了三个原因 第一橙子加的不够多 第二打得不够细腻 第三水加多了 所有的柠檬外皮都搅拌均匀以后 现在准备一个碗一个肉勺 如果您家里面有蒸笼布 铺上一层蒸笼布 它的过滤效果会更赞 如果家里面的料理机有过滤系统 那就更方便 这火呢你要做的是借对别人的手 因为这个可是一个体力活 不停的你安你安你 到最后手非常的爽爽 最后处理完的这个柠檬喳喳 是丢了吗 不 它可是非常纯天然的 有机化回可以放到植物上面 今天的视频可能时长比较长 讲解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具体食材的用料跟配比 我换到视频结尾的表格中 您要注意哦 这次分享的这个做法呢 才是真正的纯天然 毕竟没有一个人 谁家里面都有一套蒸笼器 好了 所有的柠檬喳喳都过滤好以后 此时我们来要调一个酒 倒入两杯52度的高度白酒 倒入三杯左右的柠檬浴调酒 我的品种可以按照个人喜好去调整 加酒的目的是为了延长它的保质期 并且调节综合它的味道 此时呢 将调好的酒全部倒入碗中 用勺子将它们搅拌均匀 这样柠檬汁和酒精可以充分的综合在一起 并要放置两个小时 让它的酒精揮花出来 好了放置了两个小时以后 此时我们要做的是分散一层保鲜膜 隔绝空气以后可以加速它的油水分离 此时呢 将做好的半成品放入冰箱的冷纤层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提醒您 是放入冰箱的保鲜层 保鲜层不是冷冻 一定要放置24个小时左右 这样它的油水才能分离 这我看到重点了 那播出来的柠檬果肉怎么办呢 配上它的最佳好友金桔是不是很香 金桔柠檬酱呢相信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吧 应该是每个人都会做 一生熟悉 吃完配上金桔做成金桔柠檬酱 别提有多好吃了 对不对 每天呢来上一勺 冲一点温水 甩掉小动囊 而且越喝越年轻 越喝越漂亮 而且重点来了 这个金桔柠檬酱对小朋友有多好 做妈妈的肯定都知道 这样柠檬可以一吃两用 是不是一点都不浪费呀 经历了24个小时以后 成品的精油分离的差不多了 整个碗边缘的这层暗影区 就是我们的柠檬精油 今天的柠檬精油非常的细腻 所以说我们没用吸管而改用抽管 这个带珠子的精油瓶真的是非常好用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非常容易找得到 吸管插入的深度 大概在五分之一左右 慢慢的抽出它的精油水 一桶呢就是刚刚我们抽出的精油 味道真的是非常好用 淡淡的柠檬味一点也不腻 因为前期呢 我们有放置挥花它的酒精味 所以说它的酒精味其实也不是非常的重 每次呢抽完精油的时候 一定要用毛巾或者是纸巾擦一下它的孔口 因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细颗粒的残杂 附在那个孔口边 就觉得它这样过滤不干净 可以在瓶口处放一个蒸笼布 这样过滤就很干净 柠檬清油搞定一瓶压紧滚住 我们试一下它的效果 看一下到底如何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闻 连心悦妈妈都一直夸赞 这个味道好闻 因为它的成分里面加了白酒 所以说挥花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大概差不多抽了8瓶以后 我现在准备再将这个放到冰箱冷藏处 再冷藏24个小时 这个精油不仅可以做香水 可以做精油而且呢还可以做香风用处真的非常多 平时呢坐车的时候非常难受 抹上一点点 哇真的是好舒服 可能呢大多数人看这个视频会觉得时长比较长 太啰嗦太默契 但是呢为了真正想做精油或者喜欢你们的人做的比较详细 您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转发给更多人 谢谢我们下次见